台语天后二姐将会 纵横歌坛近40年时间 演唱过多首快智人口金曲 加你懒牢牢泡载声等 他在2015年宣布封卖 消息让歌迷相当不舍 既先前台北市长蒋万安立腰复出开唱 高雄市长陈其迈13日接力喊话 对此江会的前经纪人陈子宏也回应了 据中时新闻报道 日前台北市长蒋万安才喊话 希望能亲邀将会复出到大巨蛋开唱 没想到高雄市长陈其迈昨日也透露 自己是江会粉丝 跟全台湾的歌迷一样 期待二姐复出演唱 有透过朋友积极邀请对方 认为当初江会封卖最后一场就是在高雄巨蛋 如今复出开唱选在此地 格外有意义 对于两市长接力喊话 江会也透过前经纪人陈子宏回应 谢谢高雄城市长热情邀请 鼓励我回到故乡开唱 也谢谢日前台北奖市长温情喊话 想再次听到 江后 江会罕见透露付出可能性 很开心也很感动 当然也有些些些动心 透露这几年经过许多心情转折 宽宏艺术也和他保持联系 大家心意我都看到了 请给我一些时间好好审慎思考 最后他也再次感谢二位市长对我的厚爱 及歌迷朋友们一路以来带给我如此的美好 消息一出 也令歌迷相当期待能再次看到江会登上舞台上 据三立新闻报道 对于外界不时敲碗将会付出 与他同期出道的三金歌王文章 也以自身经验鼓励 人生只有一次 应该要为自己而活 认为江会状态唱功都无懈可及 风脉实在太可惜 要他不必理会酸民的言论 应该做自己喜欢的事